他说AC是BD的中垂线 AC是BD的中垂线 然后呢 E是AB的中垂线 好题目说的 BD是16 AB是10 请求CDF的面积是多少 好 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很难 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很难 其实都说你超级简单 请你把AD连起来 答案就出来了 我先说 因为这个题目不好意思 我没有太多时间让你去写 要不然去写 同学都知道说 因为这个题目照理说 应该是要给你们奖金的啦 因为这里很难算 很难想到 不是难算 是很难想到 好 怎么算这个C DF你知道吗 当你把那个AD连起来的时候 你知道F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F 题目说了 AC是中垂线 E是中垂线 所以你知道吗 AC如果可以当中垂线的话 代表他可以当中垂线用 D1呢 也是中垂线 所以你知道F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F就是中垂线 这个是最难的地方 听懂吗 谁的中垂线知道吗 ABD的中垂线 那既然中垂线的话 换句话说 请看一下 如果这个是中垂线的话 这个BC到BC是不是应该是8 好 那这里8是比10 所以请问你AC多少 AC就应该是6 因为6比8比10 那我要讲的作理是 我这个6比8比10 要干嘛用 你知道吗 我可以知道三角形ABC的面积 请问你 三角形ABC的面积是多少 是不是比乘以高除以2 它是6乘以8除以2吧 所以答案是24 好 那我知道24干嘛用 你知道吗 你告诉我24的话 请看这边 请看这边 这个比较难想 你看一下 ABC里面是占2块 什么2块 知道吗 一个6边 一个什么西 对不起 对不起 假如我不是2块 你要不要把它 延藏出去 这样才对 请问你 ABC占 占什么西 占三角形ABC里面 全过几分 你知道吗 应该占一半吧 给说占三等分 对不对 那请问你 一等分是多少 一等分 你看到我想什么东西 我再讲一遍 你把那个B BF 把它连接再延藏出去 我们不学过吗 三角形的重心 不是把三角形 分成6个面积 一样三角形 所以ABC占几等分 三等分 所以一等分多少 一等分 一等分应该是8 对不起 刚好CBF在几等分 就是一等分 这答案出来 答案 CBF的面积就是8 这样会吗 这个题目男生拿来这边 这个题目很重要 以为说老师 我算出来这种事情 这个CBF的比跟高 不用 你不想比跟高 可以只把答案算出来